在咱们这个输出的这个栏里面选择这个中望后置处理 中望3D后置处理 点击完以后 出来这么一个对话框 然后点击一下打开 打开以后就会出现 自动会跳到我们这个后置处理这个卡费格文件里面来了 你就可以改 你要改哪个选哪个 比如咱们用反达课的 我就拿以反达课为例 我就选择它打开 打开以后你会发现这个IE的图标已经亮了 你再点击一下IE图标 放心没网也可以 它只是在用IE的界面打开 现在你看这里面就很多了 包括你五周基床的定义都在这里面了 很多像像您说的边际红橙的指令 你可以自己来编 但是怎么编我真不会 我没学过这个的什么 你可以来编编辑 这些指令 我就不知道怎么弄的了 它好像这种红程序 或者你写一下那个C++又C语言写到里面都行 可以 这里面都是他们写的 都是开发人员写的 你可以来自己来写 然后呢 其他的包括一些什么刀具补偿啊 固定循环啊 在这儿都是有 这个每一项呢 自己看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包括那个程序头 你可以把这个程序头可以自己设 自己想要的 像这个如果没有 我可以在这里面加上一个 O 一个大写的O 001 对吧 好多老师没提 没提 在别的地方我就没讲 要加一个O001 在这儿就可以了 然后 其他的 包括你这个序号 是否添加序号 都在这儿 定义机床 自动换刀 自动换刀呢 在以后呢 就会多了一个 现在启用一个叫 预加载刀具 以后呢 会有一个 是否添加刀具 就可以 你要么就出 刀具 要么就出 因为现在毕竟 就算我们有加工中心 但学校基本上 不让学生们自动换刀 危险 对吧 容易扔出去 那在这儿 咱们老师一定记住 你用华中的 法纳克的 我也没事 我应该 我不让 好像是生效 点00几是生效的 那华中肯定是不生效的 在这儿定义制服框 在这里面 其实我们三轴啊 主要要改的是什么呀 XYZ 对吧 ABC这些是五轴里面的 这个旋转机床 这是无所谓的 三轴的XYZ 它默认的是N 尾码是N 那你只要把它变成1 把相当于1是通 0是断 就把这个1 让它切通 就前面那个要有 对吧 XYZ 那相对应呢 是不是还有一个 IJK啊 你把这IJK也得改了 IJK 我这已经改完了 IJK改完了 F值 我不知道 生不生效 反正我也都给它改了 我改的就是 XYZ IJK C像 加一个F F值我不知道 但是F值基本上没有的 除非这个速控车 它有这个零点几零点几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 对吧 你不可能说给个零点五的净给 那你这个 你什么也干不完了 嗯 对 这儿 就是我们要改的这个 后着后面后 老师可以有时间 可以自己来后面看 包括一些输出格式 都可以在这来设 最后 全都弄完了以后 包括这个制服 这个制服属性 你要弄完了以后 一定别忘了点击提交 你每一项选择完都要提交一下 确定 提交完了以后 你就关闭后置处理器 或者直接点X都可以 把它关了 关完了 一定记住在这儿要点击一个保存 点击保存 然后移关 OK 现在我可以再把这个 程序再出一下 我把这个 没有 我把这个程序再出一下 诶 我改 我又没办法 XYJ我没改吗 我改 我生成的是哪个 没事 我再把这个 重新选一下 这个后置处理 我再重新添加一下 这后置处理 我改的是反正和三轴吗 我什么没改 对啊 我没提交 要我提交错了吧 我重新改一遍 三轴 三轴 打开 制服 对 JJ我没改 那我就刚才没保存住 我刚才可能点错提交 点这提交 确定 现在是提交 我把这个关闭 OK 就可以了 再保存一下 我们再 那我刚才是没注意 没保存度 是吧 J0.75 就出来了 一定要改这儿 要不得了 我先把这个关系 保存一下 未经许 不愿意